今天是2022年的3月30日 很久很久之前 有一个红薯 就是我讲了两年或者三年之前 有一个舔狗红薯 我做了一期他的节目叫 舔狗猎传红薯 然后他有一个女朋友 不能说女朋友 没有舔到的女朋友 那个ID叫330 所以呢 今天是他的纪念日 这一期的名字叫红薯后传 悲中盗满无清酒 心里全是易中的 今天330嘛 就是再讲一下他 因为在以前几期 你如果没有听过的话 因为有很多新的听众了 他好几年前就红薯猎传 我还给他做了几期 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恶心的舔狗 后来呢 他已经 他以前是一只海南的舔狗 用尽所有的感情 去舔一个叫330的女生 最终呢 连手都没有碰到 如今他已经不再是那只舔狗了 已经成了海王 他现在已经把330拉黑了 至于为什么拉黑 我就节目最后说嘛 这个家伙就是已经进化了 有那个舔狗 已经变成了群友们 我们这个微信群啊 微信群已经被封过很多次 但是呢 每一次我都要赶紧把他拉过来 因为他是精神领袖 他已经成了群友中 群友口中的渣男了 当然说他是渣男的时候 那大部分群友都是 非常希望也是像红薯一样的渣男 除了我 在他众多交往的女性口中呢 因为红薯经常会发一些聊天记录啊 他是暖男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暖的人 红薯呢 对渣男也有自己独特的解释 他说呢 你想要做渣男的话 首先呢 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非常甜的暖男 像甘蔗一样 然后呢女生就非常喜欢这样的甘蔗男 然后就会吃掉 然后吐出来 吐出来就是渣男嘛 甘蔗一面都是渣 但是你如果不是甘蔗 而是其他的东西的话 女生连吃都不吃 所以呢 你想当渣男 首先要做一个很甜的暖男 其实呢 渣男主要是 你要全方位的包装自己嘛 你要先让自己看起来非常好吃 才可以 虽然我没有经验啊 但是呢 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 毕竟人家的成果也不是批的 这个聊天记录 截图 小视频 传到群里 也不可能 是不是 也不可能是假的 人家的战果 从这个高中生 一直到高中生的妈妈 全系列覆盖 非常厉害 是吧 现在他已经 他经常就是说 做完事情以后啊 不是有一段时间的 圣贤期嘛 他就会 来群里 发发聊天记录呀 或者是截图 让我们学习一下 当然群里都是一边骂他 一边嫉妒的 然后我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杨伟拉 我不在乎这个事情 所以呢 我是不带偏见的 学习他聊天的 总结他 他的聊天记录 可惜的是 大家都说 哎呀 红手你赶紧出来 录个电台吧 叫我们 就是去开开课 然后群里 你至少赚个 一万块钱吧 是吧 那么多人 要订你的这个课 收个一百 不过分吧 结果呢 人家不在意 这种小钱 红手非常的富 因此呢 只能让我这种人 给他做一个 恶手的总结 以下呢 就是我的总结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 通过什么方式啊 是吧 在某某人海之中 然后去联系 红手本人 可以请他开一个 如何 从一个田狗 然后变成 渣男的 这个 变成海王 变成海王 寻找 爱情的这个课 不过呢 我觉得这点小钱 他看不上 因为人家自行车 就好有万一辆 他说找女朋友的第一定律 就是你不能太穷 太穷扣扣唆唆的 估计 是吧 估计就就就就 就没用 但他不穷了 如果你解决了第一定律 就是你不能太穷 这个太穷 确实 很多成本上 你是受不了 如果你解决了第一定律的话 这个下面都是我的总结 我总结他的 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第一呢 这几点 第一呢 就是从哪里找女生 答案呢 就是从任何地方 不要拘泥于学校里 很多的学生 说我要从学校里 或者是 我要从公司里 还有就是我要去参加互联网的 这个 相亲大会 用于 就是说 这非常的差 用红薯的方法是 在任何地方 就是任何地方 都要加好友 比如说他去参加同学的婚礼 我们去参加同学的婚礼 你能做什么事情 人家把所有的伴娘都加一遍 新娘也加上 是吧 就加微信 就加一遍 像我们都不好意思 人家好意思 人家坐地铁 地铁能碰到顺眼的 是不是 就加 就要微信 要不到就算 要得到就加上 然后聊聊 最近呢 不是有疫情吗 就是说 很多人就觉得 我有了疫情 玩堵子了 是不是 你看 班也不能去上 学校也都隔离了 就是说呢 红薯所在的城市 也很不幸 是吧 非常不幸 然后也 疫情也比较严重 疫情比较严重的话 人们就会加很多很多的群嘛 你要买东西嘛 你要买吃的 或者是什么 你要接拢 接拢买东西 那红薯也要加 因为他也要吃饭嘛 小伙子也要吃饭 他也是加了很多的群 你这个实际上 对他来说 就是一个好事 他就把所有群里的女生 都加一遍嘛 如果是可以从群里加好友 他都加一遍 现在不都是居家办公嘛 你就一下子就知道了 这个女的住哪里 是吧 因为你家的群就那么多群 你知道什么区 什么区 哪个楼 你都知道 因为这些被困在家里的女生 他仍然是要 在群里接拢买东西 他就记录下来 是吧 红薯有自己的大数据 就通过别人购买 购买东西的样子 比如说你买了什么东西 他通过别人买的那个东西 就能推测出 这个女的是不是单身的 还是不是单身 是不是有男朋友 什么是不是来大姨妈 什么都能总结出来 就推测出来 他所在的这个城市 是一个女性远 多于男性的城市 然后红薯就打开自己的电脑 像我们就玩手机嘛 人家有电脑 一边玩手机 一边玩电脑 打开Excel 把这个女性的好友 就加到好友 分门别类的记录下来 然后抢了什么东西 因为你很多东西 不是抢不到吗 非常正常是吧 你想买东西 你有可能抢不到的 抢不到的话 他就记下来 哎呦 今天他没有抢到是吧 A女生没有抢到 他记下来 什么东西没有抢到 然后他下一次 他就帮别人抢 抢到了之后 抢到了之后 人家是不是要送货 他就先联系这个女生 说哎呀 昨天我看你啊 哎呀 亲爱的邻居 昨天我看你 呃 抢两个黄瓜 没有抢到是不是 今天我帮你抢到了 黄瓜 然后呢 地址我填在你家里 那女生就很开心啊 是不是 他说 都是邻居是吧 我们互相帮助啊 就这个样子 是不是很厉害是吧 不是现在有很多伟人 说什么 危机危机 有危就有机 就是在别人都在抱怨 我们在家里就发朋友圈 说哇靠 又做核算 又做什么东西 人家红薯不抱怨 人家已经就加了 满满一微信的朋友 XL一千多好 还给我们看是吧 一千多好 不现在有什么网格源吗 这么说吧 就是网格源不是 你要你要知道 你们这个小区中 所有的 所有人的心理动态 对话 发表了什么言论 都知道 红薯都知道 红薯连网格源都加了 这个 他们 他们小区的网格源 是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 也在红薯的XL表格里 就碰到有什么不懂的事情 都要来问红薯 所以呢 非常厉害 这一方面就是说 你是接近了邻里关系 因为中国人现在越来越 越冷漠 是吧 就互相之间 好像是不认识 羊带红薯不一样 他就 但同时他也帮助了 需要帮助的人 比如说人家要买黄瓜 没买到 竟然有一个邻居 记得我要买黄瓜 然后并且 把地址填到了我这里 并且还没有钱 说不转红薯 不要是不是 六块钱两根红瓜 不要 你看他花了六块钱 你想一下 如果一个单身女性的话 然后在陌生的城市中打拼 现在有这么一个好心的邻居 默默的关注你 还帮你抢餐 还给你付钱 还问你 哎呦 下一次如果你有什么帮助的话 就跟他讲吧 红薯说 你跟我讲 我负责帮你抢 那我没什么事情 我就负责帮你抢 然后你这个女生 是不是很感动 是吧 你就觉得世界充满了 在这个冷漠的城市之中 哎呀 竟然有人在关心我 不要像我们大部分人 不就是帮抱怨吗 还指的这个 指的那个 学学人家红薯 都说是机会 留给有准备的人 我这句话 对红薯来说 就是个屁话 因为这句话是错的 对红薯来说 有准备的人 永远有机会 他始终准备的 什么东西都是机会 所以呢 到处都是机会 好了 讲完了 从哪里加好友 就是他所说的 如果你要确认关系 很多人加了好友 妈的 就永远成绩了 不是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你确认一下 恋人关系之前 一定要 你不能上来 就是太直白 是不是 因为你必然是邻居 又不是摇一摇摇来的 你一定要先确认 比较亲密的 好友关系 就是 哎呀 你哪里比腌的 你吃了吗 吃的好吗 我送的黄瓜好用吗 好吃吗 然后朋友前点个赞 然后多喝热水 什么这个样子 就进入什么 知心朋友的阶段 据他说 这个阶段 不会产生什么冲突 因为大家都很矜持 你认识也不久 你就顺着女人说 就是什么 女生可能会慢慢的 跟你谈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什么感情上的事情 敞开兴奋 给你一大段一大段的说 这时候 红薯就 回几个俏皮话 说哎呀 真好 真棒 真美 就这个样子 还有就是 他也会不停的翻这些 女生在 红宝书上的留言 因为女人都有 社交上号码 搞过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什么 红宝书 女的不是很多都喜欢用红宝书吗 留言 比如说 有个女的 她的战力 就是 在 不是有普京吗 现在不是有那个 俄乌战争吗 就有乌克兰 乌克兰被俄罗斯侵略 然后 大家不都是支持 中国人不大部分都支持普京 干乌克兰 这个样子 他就发一张 这个普京非常帅的照片 其实我看起来像个土包子 结果人家觉得很帅 就是坐地排卵 下面不是一排女生说 太帅了 我要给你生孩子 就这个样子 如果像我这种人的话 一定要上去讽刺几句 说你傻 你给这种战犯 然后去生孩子 一定会上去讽刺几句 但是人家 红薯是不会的 他就会具体分析 具体情况 如果他发现 我这个邻居 是结过婚了 是吧 我给他抢过什么东西 他竟然喜欢这个普京 在那里不停的 赞扬着普京 然后很可能的原因 就是说他只是 这个女的 他并不是不太了解 这种正义 或者是战争什么 他只是可能比较崇拜 非常蛮横无理的强者 因为看起来 普京就是蛮横无理 不好惹 那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 用他分析来说 这可能因为 就是这个女的 仅仅是因为他老公 是个杨伟 是个怂蛋 然后他希望有一个 更强的人 这个样崇拜强者 如果这个时候 你去嘲笑他的话 你就过意不去了 是吧 中国人不嘲笑中国人 更何况 是你是个中国绅士 中国红薯 是更不嘲笑中国女人 这个时候 红薯就会去交流 就是会 就会聊普京 哎呀 普京确实厉害 是什么 就慢慢的去聊 聊普京 然后慢慢就聊 人家老公是不是杨伟 这个女的 就聊哭了 是吧 嚎啕大哭 然后一定要 一定要 只要开了门 一定要见红薯一面 因为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贴心的男人 总之呢 他说确认关系之后 这个阶段 就双方就是还没有完全敞开心扉 这个阶段的话 是不会有什么大冲突的 不会像你吵架 我吵你 这个阶段是不会产生大的冲突 因为还没有达到 你要结婚的 就谈婚论嫁的话 这个冲突才会出现 因为大家现在比较陌生嘛 都会展示自己美好的一面 这个阶段 按红薯说 不会产生吵架 因此呢 一点都不麻烦 然后就进入第三个阶段 阶段都惨黑心扉了 第三个阶段就亲密阶段 这个阶段没有什么好讲的 我就是想讲的话 红薯那视频你一发出来 可能又封号了 是吧 所以呢 就第三个阶段 大家想一想 应该是什么阶段 就进入第四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就是分手阶段 因为红薯的目标 就是第三个阶段结束 就是说 没有再打算谈婚论嫁 因为他不谈婚论嫁 他被330伤透了心 就这辈子不想结婚了 他就想开个车 开个新车 因此到 过了第三个阶段 他就要什么 就分手嘛 就是说果断分手 他不能说 过了第三个阶段 就一起床 就把人家放到黑名单里 这个就是说 又是邻居 你这个是做不出 这种事情出来的嘛 因此他说分手这件事情 一定要让女的提出来 而不能是红薯提出来 这个阶段就是在 亲密阶段以后啊 你要了解 因为亲密阶段的时候 女的会讲很多很多的事情 你就知道这个女的 大概是个什么样子 是自由 自由一点的 还是说保守一点 还是什么 反正这个三观 他一定在这个阶段暴露出来 然后用红薯 红薯的方法 比如说我前面说的 那个爱普京的女人吧 他就说 你还是要很爱这个女的 至少你这个花呀 或者什么 口头上一定要爱嘛 另一方面 你要不经意的暴露出 自己跟那个普京粉丝 不和谐的三观嘛 从而让这个女人 越来越讨厌你 就是慢慢的讨厌你 但是呢 即使讨厌你 他并不是讨厌你这个 你这个人不爱他 或者什么 他知道你很爱他 就像个傻瓜一样的爱他 但是呢 你是个傻子 为什么呢 因为你竟然 不是那么支持普京 知道吗 这个时候就是要展示 三观不太和谐 比如说 这个女的说 普京真男人 红薯就会说 这个是男人肯定是男人的 但是你没事就去发动战争 还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 是吧 这个女人会说 这都是被逼的呀 如果欧美不逼他 他就什么 红薯就会说 你被逼的 你去杀人是不是 也不对呀 是吧 这女的就会觉得 我操你他妈 是不是个傻子 这时候女人 可能就要发表 红薯就认识 说哎呀 你说的都对是吧 你看我又给你买了一书花 你看我是吃普京的 你夸别的男人 我这个心里就受不了 然后就买一书花 然后隔天呢 就有吵架 女的说 哎呀 我这个爱国手机 怎么有点卡呀 红薯就会说 哎呀 你买那东西 这算垃圾 CPU太垃圾 红薯是程序员嘛 就喜欢争论这些东西 那女的就会说 你经常说 我这手机垃圾 红薯就说 你看我这iPhone 很流畅的很 但是女的就会跟他吵 说你这是美国货 你买的每一个苹果手机 都是打在中国人头上的 一颗子弹你知道吗 那红薯就说 没没有 你看我这头好着呢 没子弹 那女的就会想 哎 真是个傻子 哎 不行 就受不了 因此呢 这种小冲突就不断 但是呢 红薯还是表现得 像个傻子一样 爱她是吧 但是她知道 就差不多要提出分手了 是吧 直到有一天 红薯打开手机 看这个女主已经发了 一千字的分手微信 然后她就分享到我们群里 哇 看着眼红 就是这个女的 隶属了红薯 哎呀 她也知道红薯爱她 是吧 像个傻子一样的爱她 她也喜欢红薯 但是呢 日子还长着 就三观不太正 你竟然不支持普京 是吧 最后希望红薯忘了她 是吧 希望红薯 你这个人呢 一定能找到比我更好的人 你看看 这分手多么好 然后红薯心里 肯定就烙开了花 他就 这个时候 他就要打微信语音过去 这时候 他说有两种选择 要么女的接 要么女的不接 如果女的是 发了分手信息的话 刚发 你打过去 她是不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她处于 就是说 她一定要分手 一定要把这个事情 分得很干净 因为你打的话 是比较 比较 有可能要复合 是不是 如果这个时候接了呢 就是说 用红薯的话来说 就是你要听话 听医嘛 你就发现 好像是能缩动 能缩动 这个女的 妈要复合 他不想复合 是不是 红薯就是要分手 分手就分得不够痛快的话 就是说 这时候呢 你要 你要说 哎呀 我配不上你啊 或者是什么东西 就说自己配不上他 反正你配不配得上 他就要第三个阶段 你配不配得上 就像个绅士一样 就祝福女的要好一点 他说 我将来会怎么样子 反正就这种事情 以后 你别把我微信 朋友圈拉黑了 以后还给你点赞 什么的 就这个样子 还有一种情况是 微信 分手信一发 然后红薯进黑名单了 人家拉开他 这种就比较危险 因为红薯说 这时候你如果 贸然去加这个女的的话 因为女生就处于 情绪非常非常波动期 这个时候你贸然 加回来 就有可能复合了 这非常危险 是吧 所以呢 这个时候就要 先冷静几周 冷静几周 最好就是说 再加微信 然后加微信呢 就会说一下 哎呀 这个 我一直在多思想斗争 这两周 我已经想明白了 是吧 我确实配不上你是吧 希望你以后过得幸福 然后呢 你能不能把我 把我从这个黑名单里 拉出来 因为我还是希望能 跟你有点联系 红薯确实这么想 以后万一再有感情泡量 是吧 反正发展成朋友圈 点赞的朋友吧 但最后一种情况 是最最最危险了 就是说 这个女的找了一圈 发现 哇 红薯就是追她的最好的人 这个就比较痛苦了 因为她比较了一圈发现 红薯精人是 No.1 哎呀 比如说 前面几期的 那个330 因为红薯确实费尽了心 谁要追这个330 妈屁都没追到 结果330 过了很多年之后 年龄也大了 发现 哦呦 红薯精人是最好的那一个 受不了了 是不是 然后呢 她就会再联系 这个红薯说 你 你 就是说 加微信 又经常跟她说话了 这时候呢 一定要果断拉黑 所以呢 红薯就会果断拉黑 说 哎呦 收到你的信息啊 我每天总是忍不住的想你 哦 哦 我永远也得不到你是吧 配不上你 这个太虐心了 你就放过我吧 是吧 然后就把女的拉黑 所以呢 她就这样把330拉黑了 好了 今天的3月30日的节目就到这里 主要说明的是 红薯已经变了 她已经 变成了一个 什么人 渣男 是不是 哎呀 喝了 满杯的无情酒 心里呢 全都是 一个意中人都没有 好了 再见